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咖啡跟运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这只豆子是一只非洲豆 是卢安达的秋葵 这只豆子它本身的风味 它就是比较偏所谓类似像 那种非洲肯亚的那个味道的一个风味 可是它又不像肯亚这样子的味道这么强烈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本的一个杯测质量 它这个呢会带一点红樱桃跟黑醋粒的味道 那很多我们像肯亚的豆子里面 也都会有黑醋粒的风味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 所谓类似像非洲豆的一个表现 肯亚的豆子的表现 那卢安达的这只秋葵里面 也会有这些的风味 那它主要就是 一样是高山 都是落在1700多以上 那这个它的品种是波旁 所以有时候我们 我们常常在喝豆子的时候 会搞不清楚说 它这个豆子它是属于什么样子的品种 大家都知道说所谓只是阿拉比卡 其实阿拉比卡 它是一个豆种的一个总名称而已 它并不是其中的一小个豆种的名称 所以很多人说 我就是要买阿拉比卡的豆子 那是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 那它里面有很多的 不同样的一个品种的名称 那包括这个波旁种的意思也是一样 就是它其中在阿拉比卡里面的 其中一小部分的一个豆种 那它都是属于阿拉比卡的豆种 所以我们这个豆子呢 今天所呈现的风味 我们是用浅中焙的一个方式 就是它没有到很浅焙 它是浅焙跟中焙之间的一个焙度 那就是希望它能够有带出 它原本的一个果香甜 不要又太过于不酸 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咖啡 能够带一点点酸 它的那个口感会更好 会更甜 而且也会把它的层次给逼出来 假设说我们全部的这些豆子 都把它烘到中焙都已经是完全不酸了 那你喝到的东西 前段的香气就会不见 所以我们希望说 保留这个豆子 它原本的层次跟风味 所以我们的焙度就没有焙到 所谓的中焙 我们是用浅中的这个部分来表现 而且我们今天的器皿会比较不一样 我们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是一个不锈钢的一个滤网 那其实不锈钢的滤网跟 我们所谓的手冲用滤脂的方式 差别在哪里 其实是在于说它的油脂表现 你看一下我们那个咖啡 它上面会有浅浅的一层淡淡的油脂 你有没有觉得 有一点 那它这个东西 这层层这个比较淡的这些油脂 它其实是会有一种润滑的效果 如果你今天不喜欢咖啡它这么的干净 尤其越浅焙的豆子 它喝起来的感觉 它会比较没有那种滑润度的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这样的器具去冲它 那它的油脂它就会残留在这个 我们的咖啡里面 那喝起来它就不会像 手那种绿子式的那一种咖啡 这么样干净 那个风味就不一样 你可以试看看 你先喝看看 这个油脂真的就是 可以喝得出来对不对 有差 有差 像刚刚说到它的酸度 也会呈现出来 呈现出来 然后入口的是很顺口的 然后进到喉咙里面 整个是很滑顺 然后而且还有一点巧克力的味道 对对 然后它的那个黑醋力也蛮明显的 就是它这个味道的呈现 其实它相当有层次感 我蛮喜欢这个罗安达的味道 就是它这种咖啡 它的body是很够的 就是它可以呈现一个 相当有层次感的感觉 但是它又不是属于很浅薄的咖啡 像有一些伊索比亚 它像我们之前所介绍一些 比较偏果香 就是它的表现是属于花香调的那种豆子 它所呈现出来的body会比较薄一点 所以那种豆子是不是要烘得再浅焙一点 像那种的感觉 我们大部分都会烘浅焙 所以你相对你喝起来的咖啡的口感 它会比较淡雅 可是像我们这种焙度 或者加上说这种豆子的感觉 其实它的那个body就很醇厚 然后跟肯亚的感觉就是很接近 但是它的味道就有它们国家属于 怎么说它们的特殊的风 狐狂的味道 有人形容说它就像了卤笋味 我就觉得卤笋味 卤笋味是什么味道 但是我们有个朋友 他也是那种行家 他就觉得说 我就觉得卢安达梅子就像卤笋味 我说也不是吧 我觉得那感觉不一样 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那像它们的豆子 我为什么会喜欢 是因为它跟肯亚又不大一样 很多的肯亚豆它烘完 它可能会变成贝壳豆 有一些肯亚 就是以所有的豆子来讲 肯亚的豆子 它所烘完之后它的呈现 贝壳豆的状况会是比较多的 可是像卢安达就不会 同样都是非洲豆来讲 可是我就觉得卢安达 它的整个果实的饱满度 还有它的表现 就整个会让人家觉得 这个豆子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如果你今天又挑到一些质感更好的 那相对的那个咖啡就很耐喝 所谓很耐喝就是你不会觉得 它热热的跟冷掉之后 冷掉会觉得很恶心不好喝 或者是它会觉得 让你好像都似乎在喝那种香水的感觉 像有的客人他会跟我们反映说 他不要太带有那种水果 酒酿味道的东西的那种咖啡 我就会建议他喝这种 所以像这种就是比较适合做冰咖啡 或是拿铁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蛮百搭的 就是说如果你要当冰咖啡也OK 因为它的层次够 然后它有它的香气 特殊的香气 那假设说你要冲拿铁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只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单品就很好喝了 冲拿铁是很可惜啦 但是原因是因为它的body够 那它的咖啡味也够 但是通常不会有人说用单品去加拿铁 但是我觉得现在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我们曾经就遇过一个客人 他的拿铁是直接 就是用我们家的单品煮一煮之后 用牛奶加热直接冲咖啡 所以它是整杯的纯牛奶 纯牛奶加咖啡 很有营养就对了 对 而且他跟我说这样的方式非常好喝 那它会不会再加一个珍珠啊 因为我觉得我加过你知道吗 可是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不然就是一关黑糖好了 一定要有点甜度才不会觉得怪怪 可是后来我跟朋友 就是我的一些朋友客人分享说 我觉得这个阿姨的做法也不是不OK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你知道现在喝咖啡真的是千奇百怪 就是你有你的创意idea 它的东西出来是好喝的 没有人说你的东西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创新啦 我觉得你也可以再去尝试加珍珠啊 什么的黑糖啊 但是我们要强调健康啦 我还是比较喜欢健康一点 不要太多点分 对对对我们今天快离题了 我们的题目是要跟运动有关系 不是为了要喝珍珠 OK OK 喝完珍珠 热量高就是要运动啊 也是啊 对啊 多让每个人都可以有借口 不过我觉得这个太邪恶了 这个虽然我自己很喜欢喝珍珠 但是这个太邪恶了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的就是说 喝拿铁的部分就是大家 他就是会选择一些比较深焙的咖啡 来去加牛奶嘛 那我之前我们那个客人他就是用牛奶直接加热 直接去冲咖啡 真的让我非常惊艳 蛮酷的 对 然后我曾经用一支豆子去试 然后我发现还真的不难喝 还冲得出来啊 因为我跟你讲我这个人非常有实验家的精神 只要客人跟我讲什么东西我一定要去查看看 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为什么他们会想要这么做 我觉得真的蛮蛮不错的耶 那下次我就用北利 搞不好这个风味也会很特殊 OK 好那今天我们跟运动相关的话 我们要来跟大家提供一下我们在运动前后喝咖啡有什么差异 那你知不知道像我们在运动之前喝咖啡有什么好处 基本上国外有研究报告他们指出呢 你运动前喝咖啡 你可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 跟身体的基本代谢会增加的比较快一点 对对 你的身体代谢喝咖啡之后呢 会增加了45%的一个代谢 那对于我们新西国疾病都是相当好的这样 有这个我有听说 就是说有一些医生也会对这个部分做一些 解释啦 但是你说像心血管的部分 当然我们还是要跟朋友建议就是说 尽量还是要喝了比较浅焙的咖啡 那它的绿原酸还是比较能够保存 如果你今天喝到一些所谓的中焙中深 甚至于拿铁 那基本上是不大会存有绿原酸这个东西 那这也没有办法去构成所谓对心血管好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还是要讲求说不要喝太深焙的咖啡 那你在喝咖啡之前喝完之后我们再去做运动 其实像我个人也是我很喜欢去上健身房 那是因为最近太多的那个问题 我们就不能去 乖乖待在家 对 对 不要让医护人员 对对对 就是希望能过一阵子赶快就恢复正常 那我也是习惯会在运动前喝咖啡 但是我喝咖啡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我大概就喝200cc的咖啡 可是我发现喝完再去运动真的比较容易爆汗 真的喔 真的 你会有一个觉得好像很容易就燃烧起来的那种身体感觉 有 真的会有 其实像我个人的习惯就是我也会在运动前 然后或者是上班 或是我要大量动脑的时候 那我会先喝杯咖啡 让我的身体我的大脑知道说等一下我要做比较强烈的运动 需要用脑的 对需要用脑或者是身体大量消耗 然后这样子等于就是先催眠你自己 那一开始喝咖啡也是一个享受 然后身体也放轻松 是 对然后我们反正就是人生嘛 放轻松 愉快就好 对然后再去运动 对 这样子 那你假设说 如果你今天太晚去运动 其实比较容易亢奋 所以我们就是有习惯 就比如说下班之后再去运动的朋友 坦白讲咖啡其实我就不会建议他喝太多 因为其实很容易亢奋 我会建议说你下班了已经忙了一整天 那你工作其实都会消耗掉我们的身体的能量 那你大脑是处于比较饥饿的状态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吃一点点东西 定位 然后再喝咖啡也比较不伤胃 然后还是能够 如果你的运动量足够的时候 你晚上睡觉其实还是睡得着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浅中焙度的咖啡 它不是 对那咖啡因的含量是比较低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可以 对那我讲的是说 有些朋友千万不要说就是去那种 所谓超商去买那种罐装的 那种相对的咖啡因会比较高一些些 而且糖分也蛮高的 所以重点就是这样就是你运动了半天 然后喝了一杯饮料下去 白做工 对 所以还是要喝那种无糖的 就是大家 假设说你怕没有时间这样子冲煮 那我们也可以用绿挂式 像很多种绿挂式的咖啡就是很简单 撕开啊 然后冲热水就可以了就可以轻松来一杯 而且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像你用这样子的没有滤网的方式也是很环保 然后也不用再去准备滤子 那像我个人有时候会觉得蛮懒的 用滤子就是蛮麻烦的 那我觉得你用这种方式 其实这个我们会今天带这个是主要 比如说我们曾经 我们家人就一起去户外露营 对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 尽量省掉一些瓶瓶罐罐的东西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让我省掉一个上下的一个户 那所以我只会带了一个这个 然后上面这个不需要滤子的话 我就只要清水冲洗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这个东西它有好处也有坏处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常常每天都这样充足 都没有用滤子过滤的话 像这种不锈钢它很容易附着一些油脂 如果你没有清洗干性它很容易就阻塞 那它在滤的时候咖啡就不会那么的顺 你可能会觉得怎么以前的流量比较大 现在流量比较小 这个是唯一的败笔 那要不然的话 其实你说就它的环保 就它的一些CP值来讲 其实是算不错的 而且它冲出来的咖啡也比较没有那么有色口感 假设说是比较浅焙的咖啡来讲 它这样子会让你觉得喝起来的咖啡会比较舒服 这是差异啦 但是也有有好有坏 如果有的人懒得去洗这个渣渣 因为冲完之后它的咖啡渣 是整个黏附在上面不锈钢里面 那如果你很懒得去洗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当然会觉得说滤子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性 反正抛弃室丢掉就算了 对 那就不用说很刻意的说再去清洗的这么的废食 所以这个各有优缺点 不过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提供大家参考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这都是蛮好的 对 那你觉得像现在这个状况 我们假设说不能去健身房 那我觉得在家应该做什么运动会比较好 在家 当然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其实 轻松一点 那喝杯咖啡完之后呢 还是要先喝咖啡 如果是我一定 是 在家 因为在家时间很多嘛 对 冲一杯咖啡 然后你可以用家里各种的器具 或者是我也会推荐 大家做一些地板运动 平板撑 平板撑 平板撑也不错 对 然后瑜伽 热瑜伽 其实我们做了一整天 你的筋骨其实会相当的紧绷 还是要做一点瑜伽动作 对 其实我觉得瑜伽是会摆在比较后头 就是刚开始我们可以先暖身热身 但是 比如说你在做平板撑的时候 那你几个循环做完 我觉得最后再留给自己拉拉筋的部分 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这一个部分其实也不错 这个方式也不错 那我会另外推荐我个人一个方式 就是说 我在运动前 一定先放松 喝完咖啡放松心情 那不会直接睡着吗 你确定吗 那你就先睡饱再来运动嘛 也可以啊 那不可能半夜起来运动吧 一睡之后大概就半夜了 等一下你先听我说 我就会用滚筒 先把肌肉放松 你知道滚筒吗 那种狼牙棒 从头滚到 你可以先把你的背部大腿 然后滚过一次 放松 先把你的肌肉放松 狼牙棒啊 对 那种滚筒放松完之后 你再来做 像是狐领 甩狐领的动作 然后福利挺身或是HIIT 什么叫HIIT 就是高心肺的一个强度的运动 就是突然不会讲云文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高心肺的 跑步吗 短时间你就要做很强 很高频率的一个运动 就是完全没有休息 在这个十分钟之内 你要把一些指定 对 把一些指定的动作 把它做完 做足够的次数 然后这个强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你马上就会全身爆汗 这样子 你这样讲我终于知道 就是像我之前 其实我在健身房运动 大概快两年的时间 对 就我前一年的时候 我都是自己在那边玩那些器具 就有一天我想说 奇怪为什么做了一年之后 我还是这样 然后后来我遇到一个 谢谢啊 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个好朋友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你这样不行 你根本就是在做复健 他说我去健身房就像在做复健 他是完全没有去运动到我的极耐力 所以他认为我的那个强度是不够的 对 所以后来他就告诉我说 应该把强度增加 比如说你平常习惯去拉 20公斤的东西 你可能要拉到稍微25或30 是 去让你的肌肉爆沉一下 对 然后再恢复 他才会去刺激到他 破坏他 然后会让他再重新 对不对 现在我突然想起来 那个朋友就是我妈 谢谢你 你不可以破梗 好吧 OK 好 那你觉得说 除了那个在家做这些运动之外 你还有没有做过什么运动 是让你觉得它是特别有效的 嗯 呃 狐林 那我也会蛮推荐的 那另外如果你真的家里 也找不到任何器材 那我觉得就是回归最传统的用 假设你可以在椅子上做一些 呃 我会去follow一些什么IG上面的 没错 一些分享 对 我就发现很多人习惯把自己当那种扫地机器人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 就是你没有浪费掉任何时间 你还可以有充足的一个运动量 我觉得这个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有些像现在 搞不好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现在家里都打扫得 非常干净 对 一层不染 对 我真的也这样觉得欸 那会不会又影响到那个清洁公司 有没有 他们失业 所以这个东西实在是环环相扣 那假设说我们今天 把我们运动放在家里 那你觉得我们一个礼拜大概 需要有多少的运动量会比较足够一些 我觉得就你个人身体状况 你自己去调整 你要随时就是注意说 我今天肌肉的恢复程度 那你今天肌肉如果还处于在比较疲劳的状况 那你今天可能就挑选一些 比较放松的一个运动 那如果你今天觉得你的体力比较差了 那你或许就需要一些心肺的运动 去刺激一下你的心肺功能 让你的血液循环提高 然后这样你才不会整天觉得昏昏欲睡 我觉得你就是要去感觉 因为运动 运动完你要去感觉你的身体的感受 再从那个过程中你才会知道说 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因为你自己最了解你的身体状况 这样子 那是不是我每次在运动当中 就是一定要有氧或者是无氧 需不需 我大概有几分之几要有氧 几分之几大概是无氧 我觉得看个人身体状况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属于比较瘦的人 那你可能比较不需要是做太多的有氧运动 你可能需要珍重 然后激励 对 那取决于你个人的生活型态 跟你所需要的 因为假设像我自己有大量在健身 那我基本上都是以身肌身重为主 然后有氧运动呢 它是帮助我减掉肚子的肥肉跟大腿的一些肥肉 那有氧运动是属于减脂在用的 这样子 所以假设说 你希望能够快速的看到效果 应该是要增加一些有氧的比例 对 那我会认为说 你还是要均衡为主 因为各种运动有它各种的一个好处 然后只要你健康的饮食跟适度的正常的运动 然后不要过度追求的说 我体脂一定要降到多少 或者是我的体重 我觉得那真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那这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比赛 对 我觉得运动它的目的性应该是健康 对 而不是说今天真的是多么恶挪多姿 其实我觉得亲人眼中是出西式的 如果你今天没有亲人的话 你再漂亮也我觉得还不适宜都一样 自己开心比较重要好不好 就是运动就是健康 让我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这是重点 其他都不是重点好不好 OK 我还发现咖啡有许多的好处 我看了一本杂志 就是国际运动营养学 还有它与新陈代谢的一本杂志 然后它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咖啡它还可以减少肌肉的一个疲劳 我觉得这个说法让我真的还蛮兴奋的 为什么 因为之前 我自己真的有这种感觉 就是有喝咖啡跟没喝咖啡 你去做运动 你的肌力的疲劳度有差 之前我听说好像是吃香蕉 是不是 吃 我觉得这个都是有一些根据说法存在 因为毕竟他们是一个权威的一个专家 有做这些研究 然后 基本上我自己研究那一些营养的时候 你运动完你就是要补充营养 对 那帮助你身体恢复 其实咖啡它本身就是有促进 血液循环的一个工作 所以说当你的血液循环更好的情况下 那它就能够帮你把身体运动完 产生的费物代谢掉 那你就是 比较不容易疲累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是 所以这个 不管说今天是不是 需要运动的人 或不需要运动的人 我觉得好像咖啡对他们来讲 都是一个蛮必须的东西 你没有觉得 像老年人或者是一些 比如说他有一些 心血管疾病的人 他们也蛮适合喝咖啡的 真的 就是你一样一天两杯浅咖啡 浅焙的咖啡 其实对他们的影响反而是 健康来讲 算是影响会是比较好的 对 就让他的心血管之类 都会有一些帮助 其实这个也不是说 我们非常的专业去讲这个区块 是很多你坊间所看到 或者是一些医生他们 都会建议我们的一些做法 包括有一些营养师 或者是一些教练 他们都会告诉我们说 其实咖啡对我们的帮助有这么多 就是说 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 你想喝的时候突然来一杯 平常就丢着不管 那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用 所以我们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要暴饮 不要把它当成是为了减肥有没有 然后喝很多或者是牛饮 我觉得也不需要这样 就是主要是我们能够养成一个习惯 把它当成是品咖啡的习惯 那这样子就可以增加我们生活的一些情绪也好啦 或者是说你在运动的当下 你也可以利用咖啡来增强我们的身体的代谢 对 基本上还是要多喝水 除了喝咖啡 你运动完 因为你流了很多汗 你不要只是在喝咖啡茶类的东西 那些都会帮助你把身体的水分代谢掉 那你还是要补充水分跟一些盐水这样子 这个也都是会帮助你身体的血液流动 如果你身体里面血液含水量太少 那你的血液基本上是浓稠的 它流不动 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运动它有个好处就是 有些人他可能没有习惯喝水 那你运动完你流汗之后你就会有渴的感觉 对 那我们就会有多喝水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运动很好 那咖啡也很好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提供给一些大家 一些不一样的经验跟分享 那不管今天是上班族也好 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也好 我想咖啡都跟你们息息相关 对不对 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到尾声了 最后还是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请到我们的好朋友贾思博 再来为我们分享他一些跟咖啡有关系的一些内容 好不好 好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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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